歡迎收看Winz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楊哲睿 這禮拜已經進行到了第10週的訓練 那這禮拜的訓練內容呢 跟上個週期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這禮拜訓練內容已經進展到了 巔峰期的訓練階段 在週期化訓練當中它已經是第三階段的訓練 那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礎期是以餘養耐力為主 進展期的時候是稍微目的是 銜接基礎期跟巔峰期中間的一個過渡期 所以它一樣會維持基本能力 但是慢慢的加入間歇訓練 在兩個強度你開始適應了之後 接下來的三週就是我們的巔峰期訓練啊 那巔峰期訓練當中呢 每一週的訓練內容 會開始把強度刺激越來越高 那在這樣的刺激情況下 才有辦法讓你的最大攝氧量 再繼續的往上提升 那簡單介紹完巔峰期的訓練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訓練內容跟上週有什麼差別吧 這班的課表呢 我們的差別最大的地方 就在於間歇長度變長了 原本的速度訓練 也慢慢從400公尺提升到了600公尺 距離強度都變長的情況下 難度就會慢慢的變高 禮拜一的訓練呢 一樣是維持基礎的肌力核心訓練啦 所以一樣維持 希望你可以在禮拜一的時候 把你的深層的核心腹肌稍微的強化 讓你的軀幹越來越強壯 這個時候在跑步當中 才可以有效維持你的身體狀態 那禮拜的訓練呢 從上禮拜的400公尺速度訓練 到這禮拜會進展到了600公尺 那前面在600公尺以前 一樣要先用馬拉松配速完成4K的距離 4K當中的配速是2.5区的強度 那在跑完4K的馬拉松配速訓練之後呢 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600公尺試趟的速度訓練 那相較於上週的400公尺呢 距離開始變長的情況下 強度維持不變 所以這個時候到後面200公尺的難度就逐漸提高啦 那在逐漸提高強度的當下 你想辦法要維持你的配速 還有呼吸調整就是有難度的地方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在600公尺 雖然強度距離變長了 但是因為趟速縮減的情況下 想辦法把訓練效果達到最好的情況 OK所以600公尺的訓練強度 一樣是維持5.4區 5.4區的強度 訓練600公尺試趟之後呢 每一趟的休息時間 是在原地休息2分鐘 2分鐘到了之後呢 就開始跑下一趟 那記得在油耀耐力跟600公尺之間 休息時間大約是3到5分鐘 你身體恢復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速度訓練 那接下來禮拜三呢 就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那禮拜三的休息日呢 希望你可以在休息日當中 想辦法去做一些滾筒放鬆的恢復 因為累積了前三週進展期的疲勞 接下來 電風期把強度逐漸提高的情況下 你身體會越來越緊繃 這個時候可能會導致你的訓練效果下降 所以想辦法稍微讓你的肌肉 要恢復健康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可以稍微做滾筒放鬆 泡泡溫泉 都是一個很好的放鬆方法 接下來禮拜四呢 也是這禮拜的游泳耐力訓練啊 那游泳耐力訓練呢 跟上週一樣維持不變 60分鐘以後耐力跑 強度1.5區 跑完之後 100公尺三趟的加速跑 每一趟的休息時間 完全休息之後再出發 強度是6.0區 那禮拜五的訓練呢 就是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啊 那間歇訓練 從上禮拜的1200公尺 提升到這禮拜變成1600公尺 那1600公尺的距離呢 我們要完成的趟速是4趟的強度 那完成4趟的目的呢 每一趟的訓練 你在跑到後段的時候 會逐漸越來越痛苦 因為是4圈的情況下 時間有點長 你在跑完1600公尺 可能需要6到8分鐘 甚至10分鐘不等 那當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乳酸堆積上來之後 你的耐乳酸能力就很重要了 這個時候就是考慮你意志力的時候 所以想辦法在1600公尺的後半圈 就是後面兩圈的距離當中 要維持你的動作配速還有呼吸 才有辦法把你的配速做到最好 那1600的訓練強度呢 是5.0區 那5.0區跑完1600公尺之後 每一趟的休息時間 是原地休息4分鐘的時間 那當你休息4分鐘完之後 直接就開始做下一趟 那要完成的趟數是4趟 好 那進行完禮拜五的強度訓練之後呢 希望你禮拜六可以妥善的休息 完全的放鬆 那禮拜六就是你的休息日啦 OK 禮拜天也是這禮拜的最後一次訓練 那禮拜天的訓練呢 一樣是要維持90分鐘的游泳那裡跑 那希望你可以在這次的90分鐘游泳那裡跑當中 開始加入你的補給訓練 你可能在幾公里要吃東西 在訓練當中 把它加入在訓練的環節當中 讓你身體提前來適應 也順便提前來適應一下你的補給品 對你身體的吸收程度 還有接受度到底是不OK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啦 那進行完前面的九週訓練呢 接下來的三週訓練 也是整個訓練週期裡面最痛苦的時候 那希望你們可以堅持完這三週的訓練 訓練後的成效 一定會讓你們大吃一驚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特表啦 希望巔峰騎的第一個禮拜 你們可以想辦法撐過去 那如果你在訓練當中有任何情況 有任何遇到的什麼狀況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來分享 那我也可以來幫你們做線上回覆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